在你的观念中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 英文教育体系也是最大的问题 他们就等于没有实用性 没有实战性 然后这就是这种考试的话 几面的考试的话都是很好 单词量也很大 但是它不能用到生活的 就是为了考试考试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反正我就觉得还是有点死板 我们的英语系的老师 他每天我就觉得上英语课的时候 只是领着我们一句 他读一句我读一句 就我们可能有70%的时间 就在做这些事情 他读一下我们读一下 他读一下就我觉得很死板